二千年后,蕭若元述往事,论当世,思来者,和大家一起誓说太史公,史记。 三者,哪三者呢?就是不忠,不信,不勇,这三样东西。 世主不臣,这个世界的人均就不会用他的。 说是不再,历史书不会记载他,故智者不再计,智者是不会想来想去,勇士不怯死,勇士不怕死。 今死生荣辱,贵贱尊碑,此时不再计。 这个机会不会再等你的,死生荣辱,贵贱尊碑是要决定的,愿功长计, 而无语俗同,希望你详细地想想,而不要被世俗的看法, 所以牵累了,且楚公, 楚公齐之南洋,魏公平禄, 楚国曾经去打齐国的南洋,魏国去打平禄, 这两个国家都是牵制齐国,但是在他们牵制齐国的时候, 以齐无南面之心,齐国都不理南面被人打, 以为亡南洋之害少,失了南洋, 不是那么紧要,不如得仔北之利大,应该集中 去修复仔北,去供这个辽城, 故定计审处之,因此他就决定了,不理南面, 尊公你现在守着这个辽城,今秦人下兵, 魏国不敢东面,现在秦国又出兵, 去威胁魏国,魏国已经不再攻平禄,不敢派兵来东面, 行秦之势盛,大家听秦国 连横的局面就已经成立了,楚国之 形毅,楚国就孤单了,他的陣靠的力量, 是否能攻得下齐国的南洋呢,这个也有问题,齐棄南洋, 断右洋,齐国不理南洋, 等如断了自己右手一样,右手一样,右边的領土, 定仔北,决定全力去攻仔北, 继由且为之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决定的, 且乎齐之不必缺于辽城,齐国 一定要收回辽城,功勿在继,你不要想, 今楚魏交退于齐, 而楚国魏国本来打齐国, 現在放弃了打齐国,他们将会退兵, 结果一起退兵,而燕救不治, 你是燕国人,燕国的救兵没有来, 于是齐国没有人牵制他,以全齐之兵, 以整个齐国那么多兵, 无天下之规,无天下其他人的限制, 规就是规矩限制, 与辽城共居, 几年之弊,和辽城你死过, 看看哪个疲倦先,哪个疲弊先, 职臣见功之不能得也, 我是觉得你是没有办法可以成功, 你这个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可以坚持下去, 好了, 此刻燕国大乱,现在燕国内内乱, 军臣失计,燕国的计划全部是错, 上下迷惑, 律福,以十万之重五折于外, 律福率领十万兵去打赵国, 结果死了一半, 以万盛之国被围于赵,被赵国围住了, 律福,阳削主郡,地越来越少, 你燕国的人军,人主的困难越来越重, 围天下六兆,被天下都恥笑燕国, 为什么这么失败, 国弊而和多,国家残破窮, 而很多和,民无所归心, 那些人民都不会向国家效忠, 国军效忠,今功又以弊寮之民, 你现在用一个疲弊的, 已经残了的辽城的人民, 他全齐之兵,抵抗全国齐国的兵, 是默袖之首也,打到今时今日, 你已经等于守城叻得好像默袖, 默子是著名守城叻的, 因为他发明了守城的器械, 食人吹骨,人食人在辽城里面, 用骨来煮饭, 事无反外之心, 那些人,而你辽城的人民, 都没有投降,作反的心, 是孙宾之兵也,你用兵已经和孙宾一样, 那些人民这么支持你, 能见于天下,全世界都看到, 你用兵多厉害,守城多厉害, 那些兵和人民如何忠于你, 虽然围攻计者,我为你想想, 不如全居甲而报于燕, 不如说好,你就不要守了城, 叫他让你全军撤退回去燕国, 居甲全而归燕, 你能保存你的兵而回到燕国, 燕王必起,燕王就会很开心, 生存而归于国,自己不用死, 而带上兵士回去燕国,市民如见父母, 燕国的人民看到你,带上他们的 父亲回来,一起很开心, 交由让臂,周围去来来, 往往跟别人搜索一下, 而讲自己怎样威,而以于世, 继续在世界上议论,工业可明, 你的工业就可以被证明, 上父孤臣,孤主以祭群臣, 现在燕王的地位很孤独, 你上去帮助他,去制服下面群臣, 下养百姓以之说事, 于是你做好国家, 让国家有钱一些,于是就养百姓, 然后收养各国来游说的人, 矫国更逐,改变了燕国的封族习惯, 功名可立也,就可以建立了长远的功名, 忘义,如果不是这样, 亦捐宴气势,如果你想抛弃燕国, 东游于齊府,你是不是可以投降给齊国, 去了齊国,列地定峰, 齊国就会封地给你, 富比富途惠,有钱到好像 仰侯和惠侯那样, 世世清孤, 因为你变了一个诸侯, 与齊,惠是商鞅, 与齊久存,和齊国一同时存在, 又一計也,也是可以的, 只兩計者顯明厚實也, 這兩條計都用你出名,而得到實際利益, 愿功長計而審處一言, 我希望你在這兩條計裡面選一條, 寫吾文字,我聽說, 虧小折者不能成榮名, 如果連小小挫折, 小小的折義都不肯背棄那個人, 是永遠不會成就大名, 忽小恥者,小小恥肉都不能忍受的人, 是不能立大功,他是立不到大功, 適者, 適者管而不射援弓, 重其勾,當日管仲, 找箭射齊援弓, 中了他的腰帶,散也, 這個是想殺死國軍, 為公子豆不能死,歉也, 他本來是侍奉公子豆,公子豆死, 他不跟公子豆一起死,這個是歉, 不得勇敢, 束縛疾谷肉也,被人扎著一棵種, 坐鑑,這個是恥, 若此三行者,有這三樣東西, 誓主不辰,而鄉理不通, 那些人軍都不會用他, 而鄉下人都看不起他, 向使管者只憂愁而不出, 假如管仲就這樣收尾, 坐鑑就這樣收尾, 生死而不犯於齊, 誠願死了他,都不肯再出來幫齊國做事, 即亦明不免為辱人賤行義, 他結果,人家留下他的名聲是什麼, 都是一個被羞辱的人,被人扎著, 束縛自焗,去想殺死齊桓公, 散,為公子豆不能死, 是那些鄙賤的行為, 莊獲且收尾同名義, 就算那些奴隸,莊獲就是那些奴隸, 都不肯和管仲同名,但管仲不是, 管仲是忍了他,而是復出幫齊桓公做事, 移享他的大名,方西族府, 婆方的普通人, 故管子不恃身在雷蝕之中, 管仲不會覺得自己坐牢很羞恥, 他羞恥是什麼,而恃天下之不治, 覺得天下管得不好是羞恥, 因為他沒有用到他的才能, 不恃不死公子豆,他不覺得沒有陪公子豆死是羞恥, 而恃威之不信於諸侯, 而他覺得不能夠令諸侯明白他的威和信, 這個就是羞恥,故兼三行之過, 以為五霸者,他有了三樣壞事, 意圖散事人君,不忠,不陪公子豆死, 被人侮辱而不去死,三樣壞事, 結果他以為五霸手,他幫齊桓公 成為五霸的第一個人, 名高天下,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字, 而光照鄰國,他的光輝 是照耀到隔離國家,這節到這裡。